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怎么样来鉴别这个访 明代永乐时期的 这个青花蝉枝连拓八宝文高祖晚他的真伪 我这个在很多的视频当中都跟大家讲了 我们鉴别一件瓷器的真伪 我们需要看他的气形 那么这一件碗的气形就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永乐时期的这个高祖碗的气形 我一会在后面呢给大家加上一些这个高祖碗的气形 另外呢他的青花的发色也不对 永乐时期的青花基本上都是苏玛丽青的清料 他有晕散 他有这个铁锈斑等等 还有流淌 另外呢他的右色 右色偏白了 永乐时期的这个瓷器呢 虽然比元代的时期 时期的这个瓷器呢白 但是呢没有这么白 还有呢就是永乐时期 大家要记住现在 青花 我是指青花词里边 只有这个鸭首碑里边 有这个永乐粘制这个转字款的这个款制 其他的都没有啊 在青花此期当中 另外呢他的底足我们看也是做得很差啊 根本就达不到那时的标准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看这个 永乐时期 他的这些 他的这些青花词 他们的这个右色 以及青花的发色 还有绘画 跟大家特别强调一点 这个虽然说是永轩不分家 但是呢 在永乐那一朝的时候 还没有出现连托八宝文 连托八宝文最早出现就是在这个宣德时期出现的 他有一个这个所有的这个文士呢都有他的一个特征 另外呢这个底足上来看啊 也是都是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特征 这一点呢 我反复跟大家强调 我们要看他的气形 要看他的这个胎诱 要看他的这个青花的发色 还要看他的文士布局 以及绘画 再有就要看他的底足和款制 那么永乐时期的青花 大部分的都属于青白诱或者是卵白诱 白中闪青 他呢跟元代的青花来比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幼水呢 比元代的青花呢要白 但是呢 要跟这个后世来比 他还是发青 这个甚至有的时候呢 他那种青呢 在这个自然光线下看呢 就是特别明显的 就是那种泛青的情况下 这青白诱和卵白诱 它的特征比较明显 那 他的青花呢 通常大家看注意看到这里了哈 就给大家稍微讲的多一点 你看他的这些青花都沉入胎骨 他是用这个苏玛黎青 这个 由于他的这个青花的含料 这个含量当中啊 他是属于这个高铁低猛的 所以呢 他相对来说呢 他沉入胎骨的特别明显 那么在现代仿品当中呢 尽管他是有一些这个料 他呢 进行了一个化学配比的分析 然后呢 他能做出类似这样子的 但是他的那种沉入胎骨呢 做得极其不自然 那我们看这些这个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青花 他的这种沉入胎骨是特别自然的 而且他的铁锈斑绝不会是浮在表面的 一定是向下沉的 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特征 也是一些细节方面 另外的细节方面 大家要特别特别留意的 就是他的文式布局 文式布局呢 比如说采用什么样的文式来装饰这一件这个器皿 他呢 是通常尤其是官邀 尤其是官邀 他有一个好像是叫做这个定制一样 就是一个形制 他这个形制上的包括的气形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他的文式需要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文式布局 他都是一个这个差不多就是 怎么讲就是一个死的 另外呢 就是我们要看他的这个绘画 尽管现在的绘画呢 他是可以按照 比方说这个元代时期是怎么样画法 明代早期怎么画法 中期怎么画 晚期怎么画 他都可以去学 但是呢 唯一一个就是你要去看的就是细微的部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呢 现在呢 如果做金仿 或者说是做一比一的这种复原 他一定要花大价钱 请老的这个画师 具有几十年画这个磁胎的这个经验的老师傅去画 那么他的价钱就会非常贵 但是现在在市面上卖的这么便宜的都是学徒的 刚刚是从这个景德镇陶磁大学学美术系的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其他院校的美术系毕业了以后 再去学画词 那么他画出来的词 尽管他是经过什么踏画 把这些图稿啊 都踏到这个磁胎上 但是呢 他一定会存在着问题 因为他是描画的 他画出来的东西极为不自然 大家这一点如果你没有这个绘画的经验 没关系 大家要记住学这个磁器鉴定 你不仅仅要学磁器的这些知识 还要学这个国画的一些知识 各种的技法你要了解 特别是比如说在这个元代时期 什么叫一笔点画了 明早期也是了 然后还有一些明中期开始了 就有这些这个双钩平图了 什么叫铁线苗了 等等这些东西 包括后来到了清代 把这个这个山水画里边 什么这个春法了 各种运染的方式了 你都要了解 那么在磁器上怎么样的表现 你都掌握了 才能够去说 我从看出这件磁器上 它的细微之处 如果这些知识你没有掌握 你很难就是 就发现不了他们当中的一些破绽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藏家呀 不管你跟我说 我已经玩了40年了 你玩了60年 你因为在经常在这些防品当中摸爬滚打 你看不出来真东西 你只有天天看真东西 你才能知道假是什么回事 这就跟一个医生 他要学人体解剖 一定要学生理上的和病理上的 然后他在看到临床看病的时候 经过自己不断的总结 实践再总结 再实践再总结 才能得出一个经验来 玩磁器也是如此 你要买了假的东西 不怕 我跟大家强调过很多次 你拿着你这件假东西 你去看他假在什么地方 我跟大家介绍这些方面 你都能查出来 他在哪个地方有假 这样就能够提高你的这个鉴赏能力了 特别是有一些 比方说是美学上的 有的器物 器型就不对 那器型不对 你要多看真的 你上不了手 你看图你也能看得出来 所有的这些东西 大家记住了 尽管那个时期没有什么 讲过什么黄金分割率 但是所有的这些器物制造出来 都会符合黄金分割率的 包括这个文士的这些布局上 是非常巧妙的 也是非常神奇的 这些大家一定要掌握 才能够提高自己的这个 鉴赏能力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代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订阅 点赞 以及转发我的视频 同时呢 也请您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 您可以看到我们 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 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呢 动动手呢 这个点击这个 donate 就是赞助这个按钮 以及 Super Thanks 超级感谢这个按钮 这样呢 有您的这个资助呢 我可以把这个 视频呢 拍得更好 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